因为我这个直播一开就非常火爆 导致这个门口非常的用堵 现在咱们等那些朋友往里走一走 往里进一进好不好 后面会有更精彩的内容 具体是什么内容 我还没想好 因为我的直播就讲究一个随机应变 就是人家都说 问说你们家刘雨宁直播真的是可以 他那个台本都谁给他写的 他每天那个脑袋里说那么多话 谁给他写的端呢 你这小嘴巴巴不停的讲四五个小时 你怎么做到的 就是第一还是不是因为 太寂寞了 彼此都很寂寞 所以可以聊四个小时 因为我现实也没什么朋友 我只能就是跟网上的这些虚拟的网民们 请愫一下 有朋友说你就是我的朋友 没错没错 we are friends we are friends we are just friends we are friends we are not family 吗 哦 啊去一趟长沙干俩活 你说我还不够拼吗 啊 干了一个那个817的一个晚会吗 又干了一个818的一个晚会 然后呢很多朋友就看到 看说这个宁哥 在舞台上状态不好 817是不是破音了 破音呢 不至于破音嘛 那两个歌其实也不难 没破音 我破音我会承认的 我说宁哥状态不好 对这个工作不太认真 我其实我还挺认真的 有朋友说脸油啊 不是脸油 我上台 我那个脸不是油 你明白吗 我这个叫做 水光机 你懂不懂 就是很多朋友就是不太懂啊 你觉得好像上台之后 人那个脸皮肤 好像好像一块粉 粉饼了 你就觉得是那就是好看是吗 我这是水光机 就是我这个脸 我跟你讲朋友们平时 我都不化妆 这个脸都正名罢了呢 都反光 真的 我又是包括拍照片 或者拍戏的时候 那个导演就说 你这个脸怎么怎么 总是这么多油啊 小宁哥 我就跟导演解释 我说我这个是水光机 就是平日里自己都冒光 你知道吗 就胶原难白太多了 我这个皮肤呢 就说明了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有福气 因为小的时候 我总听过一个故事啊 比如说这一家人特别没钱啊 但是呢 他要出门的时候 要装着家里很有钱呢 就他家会有一块那个 猪油 每次出门之前呢 给脸这个周围 拿猪油抹一圈 出门看到邻居街坊 就觉得自己家啊 我刚吃完猪油呢 所以我这个脸呢 每天油自麻哈 感觉我这个人 好像也挺富太 有朋友说 那你为什么就是那天糊的 我对天发誓朋友们 我那天刮糊的了 而且是新换的刀头 但你宁哥吧 你别看你宁哥怎么 平时好像是很柔弱 但是这个 就内分泌的这个激素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如此的旺盛 但我这个人就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中午挂了糊的 我到了晚上就长得可长了 就是这个壳涨太快了 就太man了 就莫名其妙的 我前一天不跟你们说了 我都准备给这个胡子 做一个脱毛嘛 很多女孩到那个美容院 去做给这个大腿脱毛 给这个胳膊脱毛 我都想给我胡子脱个毛了 你们要真的觉得 我胡子拉擦的 感觉好像是 你们不喜欢这么man的男人 我就要不就去脱了吧 要不 我就要不给腿毛 反正一个套餐 应该是 好像是2000块钱 就是可以管你一辈子身上的毛 你们要真的这么嫌弃 我就去脱一下 好